加州州长纽森表示 第二轮荆州刺激退税计划 大约可以加汇到三分之二的加州居民 并且有资格获得至少600美元 另外纳税人如果有抚养人 还可以额外获得500美元 主要原因是 这是未受新冠病毒大流行影响最严重的家庭 所提供总额120亿美元的退税救济 也被称为美国史上最大的州级退税计划 至于民众最在意的付款方式 则与第一轮荆州刺激计划相同 都是通过报税账户直接存款 换报税地址签发支票 到大多数加州民众的账户中 时间会集中在9月初到10月15日之间 不过要注意的是 申请人需提交一份完整的2020年税表 即可获得 由加州政府发放金额从500到1100美元 不等的第二轮荆州刺激退税计划 另外符合资格的纳税人 报税总收入需在0美元到7.5万美元之间 而且一半的时间必须居住在加州 观众如果想了解 自己可以收到多少金额的退税 可以上加州税务局官网来计算金额 或查询更多讯息 东西游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